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導 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四 各位觀眾繼續努力一起工作一起加油 現在氣溫是24度 外面是陽光普照 東北貴後風正在影響廣東沿岸 覆蓋著華南的廣闊雲帶也逐漸轉搏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初時會有一兩陣微雨 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最高的氣溫大約26度 吹和緩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的風勢會清淨 雖然說會下雨 但我覺得應該不會 這些純粹我看過天我猜 接著跟大家看看疫情消息 想不到疫情又再爆了少少上去 因為昨天的確診數字也挺多 新增了6656宗的確診個案 包括517宗的輸入 自9月19日以來確診數字最高 多了8人死亡 另外一些新型的變異病毒株也有上升趨勢 在安老院舍還有殘疾院舍出現的個案 亦有所上升 新增了14間的院舍 合共有18名的院友和職員掩疫 有66人需要隔離檢疫 學校情報個案亦有1075宗 牽涉到665間的學校 有18間學校和21個頒別是因為爆疫而需要停貨 疫情這些你喜歡爆就爆 反正熱向隔離都沒有蹤影 順便做一下預告 今天其中一條影片會說熱向隔離 不是說好事 是說有些議員想向政府逼供 說熱向隔離不搞 你退回地出來讓大家做正經事 我覺得這宗新聞很好笑 等於是一巴一巴掌掩在香港政府臉上 當然要看立法會議員怎樣去掩蓋 接著就看正常新聞 現在七攬的播錯國歌事件 那些壞事越挖越多 現在不單止是首歌播錯了 更加有人就發現 原來他們是用了錯版的驅奇 根據港隊在亞洲七人籃球賽系列賽事當中的相片 可以見到 港隊所持有的那個叫做紫荊花反 是較為肥的 令到中間的間距比官方版更窄 另外 花板上面的紅色五角星的角度 全部站正 和正版的傾斜是有不同的 花朵整體向右傾的幅度 比起官方的十三度是為之大 那些比較詳細的東西我就不說了 但是 如果你是一間普通的中學 那些 你根本沒有政府資助的 即是沒有政府資助你買國旗 那些真是職員 只要我探索自己的錢上淘寶買 那你說買了些類近的 我都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你現在出國 出國連旗都買不到 那不如炒減一兩個後勤 再不是炒減一兩個後備去買回旗 用條數 對吧 很多不尊重的東西 那大家陸陸陸陸陸陸看見 這件事就希望可以盡快處理 暫時還未有消息 究竟那些後勤人員 那七個運動員 還有領隊何時回來香港 因為我相信 他們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香港群眾去接機 不過不是你 也不是我 相信 O記的人士已經準備接機了 希望可以早點見到他們回香港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鬼了 不單止播錯歌 播黑暴歌之旗 還要是有點不一樣的 還有它不像以前國旗也有一個不適合的版本 但國旗不適合的版本 是比較難去分辨到的 但這次他們這個錯的區旗 明眼人一看就看到就會發現 咦?為什麼真的有點不尋常 就算我們不適合的角度也看到 所以這對話麻煩O記認真去查一查 下一則新聞 加電費 故意將這則新聞放前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今次將會加電費的加幅極誇張 和大家看看 近年經濟不景氣 但市民恐怕白上加根 中電和港燈 將會在下星期二 11月22日的時候 公佈下年電費加幅 中電早前已經預告過 由於國際燃料市場非常波動 燃料的負傑餘進一步加深 直言下一年就無可避免地一定要上條電費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就預計 由於過去一年燃料費就已經升了幾倍 所以下一年的電費會雙位數加幅 是毫無懸念 真是拿來命三千 他就以今年11月的燃料費水平來做計算 估計明年中電和港燈的淨電費加幅 一個中電便會加12.6% 港燈便會加到38% 即是你加那麼多的話 到其實夏年夏天的時候 個個都要加二三千元電費 那怎麼辦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認為 如果電費達到雙位數的加幅 對於正在復甦的經濟而言 是一個很大的打壓 中小企生意不好 加電費也是負擔 希望電費公司就不要轉價燃料費給市民 其實不單是說要加雙位數電費 現在是要某一間加到38%的話 一個極其誇張的電費來 不過當然加電費加多少都好 如果可以在租金那裡扣就最好 如果可以減租的話 其實你電費再加 我相信有很多做生意的人會變得無所謂 但是立法會議員來說 那些租戶、業主那些 他動不了的 所以唯有就是動中電廣燈 因為這些跟政府合作無間 當然是打一個無力還手的杜草人 所以沒有什麼議員 是夠膽去動的 例如叫業主減租 如果不然下年就應該見不到他們做議員 不過說回正經事先 電費加到這樣的話 就相當之恐怖了 如果38%這個數 到其時下個星期而公佈了雙類似的話 我覺得一定會炸窩 一定很多基層市民 一定很多地區代表的立法會議員都會出來吵 因為38%這個加幅其實是難以接受的 以及以前加電費可能加5% 大家都已經牙痛到這樣 結果你現在跟我說 加38%那個又加10% 真是完全頂不順 要看看政府可以怎樣去做 因為這個我覺得是下個星期其中一個大炸彈 下一單新聞 國際新聞 習近平抱怨杜魯多向傳媒洩露他們兩個會議之間的詳情 更加就是說 這不合適 跟大家看看 根據加拿大媒體的報導 習主席出席G20峰會的時候 指責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 將他們之間的談話透露給傳媒是不當的行為 事緣 其實在11月15日的時候 杜魯多和習近平進行了一個非正式的會議 其後 加拿大總理辦公室公佈了一個對話內容 甚至是誰人說了什麼都具細無謂地公開了出來 最後在G20峰會舉行期間 習近平和杜魯多在一個公共區域相遇 習近平透過翻譯員告訴杜魯多 將我們的聊天內容告訴報紙 這個不合適 而且我們都不是這樣進行 還有 習主席也說 如果有誠心的話 我們應該用一個互相尊重的態度來進行好好的溝通 如果不是這個結果就會很難說 當杜魯多嘗試去解釋的時候 他說了一連串的事情 我免得讀 因為很廢話 最後 習主席也在中間打斷他 接連就說 創造機會 創造機會 然後兩個人握手之後 分道揚標 這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就不說不得 就公開出賣了我們的習主席 就算想解釋也好 也不要想太多 不尊重中國 自己看著辦 下一單新聞 山頂發生了客貨車誤廠禁區窄路被困的事件 在昨天下午時 一架客貨車疑似因為司機不關路 所以跟隨了GPS的導航 就走到車輛不能駛入的盧吉道 走了一段距離 至到一個相當狹窄的彎位後 令到車不上不下 不能動彈 司機經過嘗試 又扭軚又前進又後退 最後都離開不了險地 甚至乎最後是說 車側乘客位的玻璃也被鐵欄撞爆 司機就無奈報警 但是由於路面太窄 再加上客貨車的車身太闊 所以警方到場後都苦無對策 據了解 警方正在聯絡相關的吊車公司協助 唯獨是去到今天清晨6時 客貨車仍然未能脫困 大家可能會想 為什麼這人這麼愚蠢 為什麼這條路這麼窄 他都要駛過去呢 第一 他不懂路 第二 他不知道的話 他會以為只要走過這段窄路之後 前面會有闊的路可以讓他走出去大路 可能他心的時候沒有遇過根本要掉頭 所以遇到一些很窄的彎路的時候 以為過了他之後 以後都不需要再見到他 結果這種心態就出了事了 當初你走過那些很兇險的窄路之後 你之後都要用同樣的技術去倒車出來 結果手車不太好 結果出了事了 好了 下一則新聞 最近在審理多宗涉及外籍人士販賣藥物案連番出錯 被斥造成嚴重司法不公的高院女法官金貝利 司法機構證實了 金貝利法官在今年8月向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提出請辭 由於他的離職是需要一年的通知期 預料在明年8月正式退休 原來他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個人建議會不會有些警員已經在調查這件事 以及這件事是牽涉到一些外籍人士販賣藥物 那這些會不會牽涉到國際的藥物集團呢 會不會不單止是香港的司法機構要去查 那些什麼國際刑警 打擊國際藥物組織的人都需要去查一下 例如說 會不會香港銀行乾乾淨淨 會不會無緣無故在西伯利亞 不知哪裡密西郭有些不同的銀行戶口呢 因為整件事是極度之不尋常 所以一定要去查一下 下一則新聞 衛生署在今年的第三季 接獲三間私家醫院的重要風險事件 兩宗都涉及在去年正式啟用的中大醫院 這間醫院在七月的時候 其中一宗眼科手術當中 錯誤為一名已知有藥物過敏史的病人 去注射導致他過敏的麻醉藥 另外在同年九月再發生了一宗 向癌症病人進行化療的時候 調教了錯誤輸藥機的輸藥速度 現時兩名病人的情況都很穩定 另外第三宗醫療事故 就是一個48歲的女病人 在人安醫院住院期間離開醫院 接下來就自己搞定自己的事故 對於這些事故來說 見怪不怪 不過其實作為曾經行內人 很難想像到這些事情會出現 因為藥物敏感你都明知會注射的話 真的很難的 因為這件事 最起碼有五、六個人把關都可以錯的話 不單止醫生、護士、藥劑師等 全部都可以解僱 關於藥物輸送的速度調教錯誤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某一個護士自己做錯事 因為我明白這個流程 至於48歲的女病人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護士不是保安 有時候你見過病人在那裡走 可能她真的想到處走走 你真的很難每時每分每刻 看著她究竟想不想走路 不過也有一句 如果真的算的話 我不相信香港的醫療事故得那麼少 有多少隱瞞了的大家心照 還有很多會凶憑自己腦屈了一件醫療事故事件出來的事情 我都見過 將來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則新聞 跟進新聞 在前年10月尖沙著一間酒吧 有兩派黑幫人士 大家發生身體碰撞 繼而打鬥 最後釀成一死三傷 事件列作謀殺和商人案處理 警方一度拘捕了12名男子 當中7名男子被控謀殺 然後襲擊 還有兩項傷人罪 案件將會在明年1月30日再次提堂 警方經過調查後 在昨天在九龍城區 拘捕了一個35歲聖火醫男子 隔了兩年 差不多兩年才拘捕 不過也好 拘捕了人 因為反正 告謀殺的話 都是有段時間去坐 叫做給他一兩年自由的話 相信差別不大 下一則新聞 關於地鐵出軌的事情 有批乘客被人趕下車 要走路軌 回到上一站的月台 現在多了一些影片 在網上流出 就是那班乘客 一直走隧道的時候 一路拍片 旁邊還要有其他的地鐵經過 令到整件事相當驚嚇 港鐵就是出來道歉就算數 又是說不理想 就此自協 港鐵就是一個很神奇的 死好命的機構 永遠出事的時候 都不會在繁忙時間出事 而且永遠出事的時候 也不會有人命傷亡 所以就是為什麼導致到 直至到現在 他們對於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懶懶地走 抱歉 對不起 有本事你不要回答的 這種狀況 有很多人 不單止我 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 其實港鐵 遲早都會很難 我相信 港鐵這種態度 可能遲早都會有些 一鋪過 有十幾個人死亡的事件 也不奇怪 因為港鐵越來越多的維修事情 然後之前 整條鐵路斷開兩半都有 真是看看港鐵的好運 可以延續到幾時 下一則新聞 最近兩個月先後 有兩名內地援交女子 遭到假嫖客打劫 或者盜取她們的皮肉金錢 警方經過調查後 在前日拘捕了兩名本地男子 包括一個主腦 揭發犯案罪團 他們的分工相當仔細 專門針對內地女子作為獵物 警方相信行動已經瓦解了一個本地犯罪集團 仍然調查當中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這些就黑是黑 不過連女人的錢都這樣搶的話 這些就真是大賤人 大賤人不單止偷女人錢 不尊重先人的也大有人在 因為關於金塔被刑毀事件 村長現在接受訪問 錦田水美村的村代表 鄧仲怡向媒體透露 後山一個墳地有13個先人金塔遭到破壞 村民發現自己家族的金塔被破壞的時候 心情相當低落 亦都需要花費金錢去補上新的金塔 以及進行發事 損失都很大 強烈譴責破壞者的行為 亦都揚言 就是叫破壞者千萬不要拿這些東西來玩 還有希望警方盡快操控 其實這些地方打打的話 有些有信仰的人就會覺得破壞了風水 可能之後就沒有運行 因為圍村人 村代表那些 我都比較相信他們會信風水和祖先保佑 因為 如果沒有祖先庇佑的話 他們沒有丁權 沒有那麼多地的話 他們的生活質素 就不會比起普通市民好那麼多 亦都不會說 有租修 有些人就不需要上班上學 所以他們會比較敬畏自己的祖先是有原因的 因為真是前人仲樹後人享福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金塔都會去摧毀那些人 而且不是用來勒索 不是用來求錢財的話 特意跑過去後山做這些事情的話 的確是令人勾爆了頭 還有在後山墳場位置去安裝閉路電視 亦都不是一個那麼合適 因為除了是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之外 即是先人也好都要尊重他的私隱 放個閉路電視在這裏 為了去緝這些兇徒的話 有些斬腳趾被沙蟲的味道 希望政府警方早點抓人 下一則新聞 在荃灣發生了刑事毀壞案 在昨天早上11時45分時 警方接獲在力申廣場裡一間水族館 租人去撥撥了一些不明液體 導致店舖裡超過一千隻蝦和魚類死亡 店舖的負責人說 經過初步點算 至少損失了兩萬元 包括價值一萬元的水晶蝦 警方去到現場調查後 估計有關的液體是漂白水 將案件列作為刑事毀壞案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 店主相信開業了已經11年 第一次遇到這些狀況 但相信不涉及與顧客發生的糾紛所導致 強調顧客購買了貨品 如果發現有問題的話 他們會即日再出賠償和跟進 沒想到無緣無故養魚養蝦 居然被人尋仇 真不知道什麼事 下一則新聞 在2019年12月 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的 聲援維吾爾族人權集會時 期間一名男子踢向一個高級督察的腰部 最後被警察制服 同行朋友嘗試在警察手上搶犯 最後兩人分別承認襲警和協助罪犯罪 還有暴動罪 最後搞完一大堆事後 兩人被判囚45個月 又襲警又搶犯 又暴動的話 45個月大概是三年多四年 這些絕對是判固他們的 即是他們不搞那麼多暴力行為 原本去完那些地方叫完口號之後 就可以正常回家 結果就要搞到自己要坐牢了 真是的 下一則新聞 香港和澳門的警方聯合打擊網上求職騙案 最後拘捕了56個人 相當之不得了 其中有三個人是骨幹 這一隊犯罪條火牽涉兩地合共131宗求職騙案 當中的金額已經超過700萬 這些就是拆單元騙案 最後拘捕了這麼多人的話 就相當之好 希望越來越少這些賤人在做事 不說那麼多了 下一則新聞 廉署做事 在昨天廉署就說 在前天起訴了一個33歲的前渣打銀行職員 指控他涉嫌在2019年收取一個保險代理11萬5千元的賄款 去轉介客戶 並且轉介完之後 欺詐了兩名客戶的保費合共82萬 最後一大輪東西之後 最後被人拘捕了 被廉署告 詳情都頗為複雜 總之就是騙人錢 最後被廉署拘捕了 就是這麼簡單 下一則新聞 跟進新聞 兩天前 在上水發生的不顧而去車禍 當中被撞的61歲女子 最後在昨天不治 最後警方也在昨天在粉嶺 拘捕了涉案的41歲男司機 撞完人之後 還要撞死人 然後還要不顧而去的話 不用想了 加密坐下 不過交通意外的一方面 就算人命也好 都應該三四年或一兩年就可以出來了 大家不要覺得差異 因為香港 你用車去犯案 和你自己動手腳去犯案 那個差別真的很大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凌晨2點30分的時候 警方在尖沙咀架設路障 去打擊那些藥物事件 期間有一架私家車刑跡可疑 並且加速穿過路障 當人員上前去追截的時候 這個私家車司機 就把數十包的華爾藥物 丟出車外 並且開車逃走 人員在現場檢獲到 大約9克的藥物 市值13000元 於是繼續去追查 然後在同日下午3點 就在油麻地找到這架私家車 以及拘捕了一個25歲姓吳的男司機 他涉嫌販賣藥物被人抓了 下一則新聞 打擊葵青的維麗泊車 警方發出了110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即是說牛肉缸 令到庫房進漲超過35萬 我沒有記錯牛肉缸好像是320元一張 有很多我的朋友 有時候他們開車也好 現在是特別怕被人抄牌 甚至乎有個朋友 偶爾會載我一起吃早餐 他每次去到餐廳的時候 都會用手機連接著車鏡 一旦發現有警察走過來的時候 就迅速跑出去 就說 喂不好意思啊 我先洗走架車 即是現在 怕被人牛肉缸去到這個地步 即是但凡自己離開了 就要無時無刻去看著自己的車 還要連接車鏡 令到自己不要被警方罰錢 下一則新聞 警方就表示 在昨天晚上11點的時候 就在東九龍在觀塘那邊 進行打擊危險駕駛行動 人員就發現 一部電單車就在觀塘繞道 近著觀塘碼頭 北行方向超速行駛 期間多次超車 和環月雙八線 莫視奇德哈的道路使用者安全 於是上前查之 經過調查之後 就拘捕了一個26歲姓梅的男司機 涉嫌危險駕駛 駕駛著電單車 就還要左穿右插的話 相信 如果他沒有被警察抓的話 那條命都不會長得去哪 因為都是那句 即是 在香港的駕駛 其實就 電單車未必那麼安全 特別是 喂你還要是左穿右插的話 那就真是嚴命長 好啦 下一則新聞 關於那個元朗14歲的男童 被車撞至命危 其實現在那個男童的狀況 仍然都是危殆的 至於那個有黑幫背景的男車主 就可以保釋後查 另外 真真正正是去駕駛這輛車 撞傷人的那個人 仍然都還在在途當中 警方都還在追輯在途司機的下落 好啦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 警方就發現了 在觀塘道近住康德道 發現了一輛刑跡可疑的輕型貨車 經過調查之後 車上面一個45歲姓賽的本地男司機 就涉嫌停牌期間駕駛 以及駕駛的時候 沒有買第三者保險被捕 這個男司機正在被扣留調查 下一則新聞 現在那些販賣藥物的集團 膽大心細 在大批貨物裡 運入了少量藥物 想著門天過海 將貨品運送到香港 但是海關人員 透過高科技協助下 在兩宗案件當中 搜查了合共500多箱的貨物 發現了當中有5箱的藥物 最後檢獲藥物市值1700萬 行動當中拘捕了4名男子 據了解其中3名男子手持閒街址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下午2點的石傑尾大坑東村 警方展開了代號叫亮琴的反三合會行動 去打擊區內的非法販賣藥物的行動 警員在東龍流對開 查折了一個刑跡可疑的男子 並且在他身上檢獲了17克藥物 最後加上所有東西 因為他不單止一種 有兩種加起來 藥物市值3萬元 最後以販賣藥物罪名 拘捕了26歲聖盧的本地青年 下一則新聞 今天早上李家超出發去泰國曼谷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李家超在機場見面傳媒時說 今晚有歡迎的晚宴 亦是這個會議的目的 向世界展示多姿多彩的香港 介紹他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務求說好香港故事 我自己其實有個疑問 因為李家超被制裁當中 制裁了的話有很多限制 例如說 在美國維修或是用美國人去請他們幫他維修的話 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我看完整篇報道 都沒有發現究竟 是哪一間的航空公司 是載著李家超去曼谷的 不知道這件事會不會被美國作為制裁藉口 去搞一些願意向香港提供服務的公司 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有傳媒去找到哪一間航空公司提供服務 下一則新聞 一個83歲的精靈阿伯自破猜猜我是誰的騙案 當個騙徒企圖去勒索伯伯伯六萬元的時候 最終被斷政被捕 事後伯伯就知道自己被騙了報警 繼續約了騙徒說 好呀好呀在哪裏付錢你 然後最後警員埋伏 所以捉了他便一窩熟 不過如果大家沒什麼時間收到這些電話 我當然希望罪犯被捕 但有時候為了保護自己安全 以及不要令自己這麼麻煩的狀況之下 你遇到別人騙你 那你便收他 當然如果你是熱心市民的話 當然建議你和騙徒玩 玩完之後再報警 好了 最後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比較有趣 因為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入主了Twitter Elon Musk和很多外國人的營商思維不同 因為大家都知道特別是這些Twitter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這些叫做高科技的那些從業人員 有時候如果大家上網看片 就會見到他們人生好像很輕鬆 即是早上九點上班 接著做兩三個小時 公司又好吃好菜 接著又有空上班做健身 睡覺之後再做事 接著準時五點鐘下班 很享受 但由Elon Musk入主了之後 要求所有Twitter的員工長時間要高壓做事 如果不是就會炒魷魚 而且他不只是一個講字 因為之前他已經炒了Twitter很多員工 即是那些叫做上班好他條 實際只是做兩三個中夜的員工 他已經炒了一大堆 另外關於一些印度的技術支援人員 也是炒 因為都是覺得他們沒有料 最後Elon Musk是希望 所有的員工 要有我們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勤勞 即是說每個星期要回六日工 然後每日起碼做八至十小時才收貨 如果外國人適應不到我們這套中國香港的上班系統的話 不好意思 就炒了你了 Elon Musk能夠成為世界首富當然有他的原因 如果你還是用那些外國人氣到爆的心態去做事的話 那怎樣去拯救這些公司呢 期待吧 Elon Musk就將我們香港人的上班文化帶往世界 還有給外國人見識一下他們這麼他條的上班就不是必然的 即是這個世界上 大把人是日做夜做 還要是沒有任何怨言的 即是有時候那些外國人身在腹中就不知腹 好啦 那今天的神早新聞就來到這裡了 好啦 就這樣吧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